无论在多么大的灾难和恐惧面前 其实能够战胜它的 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的爱 一直有个紫正 政治的改变 现在有一个出发的情况 这两个人是一个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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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回家 今晚太晚了 安全性不能去见 都告诉你大家的爱 好 很好 从新来开始 我们社区执行 丰飞管理 大家老起高 相信没有什么战争不良力 好不好 这段经历 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 也是武汉人的经历 也是全中国人民的经历 乃至于现在是全世界人民的经历 所以呢 我觉得 她是从小可以见大的 她可以从一个独居老人 一对婆媳 太死人了 你怎么这么自私呢 然后一对小夫妻 老婆 死了不 我去除发 我去拍摄 他们每一个人其实都经历了这一段 非常特别的一个2020年的春天 你们在小区里面接触人太多 跟你们见面危险指数增加 大家刚开始的时候 面对疫情的那种生活状态 然后那种隔离 慌张 恐惧 孤独的感觉 我是犯人自私区的土方啊 我现在要申请提料就不多 有一名产度要倒产 怎么我会试着 这到现在还不来 你现在搞死我的头方 搞死我了 快快点 小姐 我不去吧 你去吧 这个病对老人最危险 图书记啊 不得了了 我儿媳妇40度了 你快救救她吧 我给你那个药米漆了吗 感觉怎么样 对于我们像图方 像丁几何这样的社区工作人员来说 他们对所有人都是均等的 他们的爱 他们的父亲都是同样的 你们怎么回事啊 所有老人菜怎么还吗 我们家隔壁都被感染了 整个楼都被封锁了 现在回去 鬼哥就是个事 其实事件摆在那之后 出现什么事之后 这种社区的工作者 他不会很完整地 或者是很工整地去说一句台词 那你答应一句话说 是啊 MOSBINTA MOSBINTA 已经答应了明天早上给各家送菜了 已经送好了 各家都已经 就是钱都交了 要不要说 都说 团工作菜 钱都已经交了 大家早上爸爸等着 判出来 我们总是说 尽量安排 尽力保障 安排模式上 保障模式上 不就是起火了 发杂技的事情吗 真的是太琐碎了 我当时看了这个剧本之后 我就跟导演说 我说这个人物非常琐碎 没有整体的就说 他干了一件什么事 好 张开了 你们的生活呢 我们负责来保障 黎爹爹 哎 放不放这儿 你确实赶紧去吧 所有的物资 我们负责来召飞 一定保障你们美国人 安安心心的 起跑好看 真好笑 不好笑 每一个人都在匆匆忙忙的那种状态里面 现在我们凡击一区二区安排 交叉起来 好 在现场因为有很多都是 都是记性的 其实他很多记性的东西 一些鼓励也好 一些劝架也好 回去吧 我回什么回啊 回来 你就是这样 坐在夜中的包包 走在这边 慢点啊 然后让让你给扫着地上 我有个本能的产业啊 不是 你脑门没事吧 你说就还有事啊 别 别跟我扫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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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干什么 他在干什么 有你们这么跟夜主沟通的吗 我是不是还不是为了你好 为了我好 我告诉你 我脑门真的好好的 我的事还没有说呢 你们有什么 我真是不能跟我都解决的呀 不要打 不要打 我脑壳还疼呢 难道他们没有这些愤怒吗 也有 有伟什么有 但是要咽在肚子里 还是毅然默默地去对别人做的 我替他跟你们道歉好 对不起的 对不起哈 对不起哈 难道他们没有这些愤怒吗 真的是需要有耐心的 真的是需要有耐心的 难道你碰到什么事情 你都要张牙舞爪吗 都要吵架吗 但是在那一瞬间 你想人和人之间有矛盾冲突的时候 看你看谁先退一步了 其实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图方基层工作者真的太多了 我不是大任务 也做不了五十大事 我还记得在肚子呀 做好我们当下在座里 就是为我们建议它分忧吧 柔儿今天你们反正看了吗 好 喂 喂 我什么事 我怕 我怕 哦 我怕我过来 哦 你一会儿把你家里的窗户 全部都关上 你那样的 我妈妈都跟你说过的 你看似她好像 整天忙不到道的 风风火火的 很有力量的样子 那个时候你说她想没想过 自己会有危险 来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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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人 来人啊 有没有人啊 看到图姐对你的这种感染 面对重大疫情的时候 对待这件事情的奉献 你会觉得这个职业我一定要继续干下去 既然干了这个事我就要坚持下去 这是一个每一个社会公民 每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应该做到的一件事情 背包背包 这位好防护啊 可能在每一平方米里都有弥漫着病毒 难道真的就是防护服能百分之百可离吗 我想肯定不是 他们自己也这么想 但为什么还要坚守在这个岗位 就是自己的一份社会责任心 但是自己也不会给你 当我得知我发烧了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一个正常的人 感染之后他有什么状态 他不害怕 么他特别害怕 他怎么办 你内心的读白要非常清晨 非常丰富又有变化很清楚 所以透过你的情境和表情 观众都能读住你的内心的读白 他就是想拿出手机 因为怎么得有个临终遗言啥的 就大开车 对 爸妈那个 哥今天没回家过年 你跟爸妈说明天我一定回去 还有就是哥那个 今天生日也不能跟你过 等哥回家 就在那一刻演完之后 我对我自己人生的重新有力的 全新的认识 都在反思自己 我活着之外的什么 然后 我每天拼命的工作 每天还会因为一些繁杂损失 而是烦心吗 你还活着 这不就是一件最令人感动的事情吗 我想那可能就是生命的意义 我们作为时代报导剧 我觉得呢 其实真实是最有力量的 最能感动人的 那么随我们在整个的画面的呈现 尽量都不是追求刻意的完美 我们都是让它有一种即时感 很多都是一劲到底的 走 开始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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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把你医生了 医生 把你医生拿 医生 把你医生拿 医生拿个医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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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救我 去救我 其实也再次体验了 就是说当时的那个疫情 武汉人的那种感受和心态 再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是夏集拍摄 大家都知道 武汉封城是在冬天 我们只能是从影像上 把地不湿 然后放一些假的雪 影像上我们尽量把一些外景变成夜戏 这样的话夜色能够遮盖住那些油绿油绿的树丛 辛苦你了 死宝宝 谢谢 谢谢 你们快回去吧 好好好 你们快回去 是 你们快回去 加油 富汗 加油 他本身就是这些劳动者工作者这些幕后的英雄 所以这些幕后的英雄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的 我们老百姓对他们的对对他们的这种尊敬和崇敬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可能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细胞 一个纤红的细胞 这些细胞组在一起的话就是中国的单天 冬天拉梅花 夏天似柳花 晴天都是冷 雨天都是那 冬天拉梅花 夏天似柳花 夏天似柳花 要知足 晴天都是冷 可能他们觉得做的这些微不足道 但是就恰恰是这些微不足道的一点点自己的力量 汇聚在一起 才能让武汉走过这场旅行 能扛得住这一丝挑战 我非常感动的就是说我们一些普通人 再帮助另外一些普通人 汇聚在一起 汇聚在一起 我们一起来去寻求我们未来 我们的希望 我们一起用爱去互相的坚固 他名字虽然叫武汉人 但是我觉得他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名字叫在一起 当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孤单的 我们还是被人关爱着的时候 相信我们是会变得有力量 这些人就是在这种离物 社会变得多好 我们不一样 带路和路線 但是我们在这种旅行 我们也没有想念 他说我们要不知当地有点 我们心里的不知 在那个风筋 也看到我们 dort 你的风筋 不知 我们的风筋 只好 不知 不知 不知